在中国第十八批赋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里 扫雷组长曹翔凭借听声变雷的绝招纵横雷场 一次次将复杂险情划线为夷 近日记者走进曹翔用镜头记录下他的故事 这位双溪跪地正在全神贯注挖掘地雷的扫雷工兵就是曹翔 他正在挖掘的地雷不仅被碎石和草根包裹得严严实实 而且地雷引信朝上 这意味着地雷发生了位移和旋转 潜在危险无人预知 这种情况在挖掘起来比较的危险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雷带上面 覆盖了有很多的泥土 大约有50厘米深 像这样的复杂的情况 在这条雷带上还有很多 我们再处理起来这种地雷是比较的危险和复杂 据介绍 碳雷器只能有效探测出地下20厘米的土壤内 是否有金属信号源 超过20厘米就很难探测出来 就在一小时前 当新作业手陈城苗 因始终听不到碳雷器的声音 怀疑碳雷器调试有误时 曹翔果断让陈城苗退出通道 他判断 这条雷带上出现了遗失地雷 我眼前这根白黄相间的小木桩就代表的是遗失地雷的位置 本该在雷场要图上显示在该位置是埋设有一颗地雷的 但是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地雷发生了疑味 导致在正常的探测过程中没有发现新型二元 曹翔把碳雷器灵敏度调到最大 清理掉地表上一层石块后 听到碳雷器发出微弱的响声 当曹翔把一块厚15厘米的石头挖出来后 碳雷器发出的声音急促响亮 他判断挖到了地雷隐性 于是用毛刷轻轻扫掉石块间的浮土后 果然发现了地雷隐性的方向斜着朝上 如果不是经验丰富的扫雷骨干挖掘 后果不堪设想 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碳雷器 我用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对它的性能已经非常了解了 像地底下如果说有比较大的心晓源 或者是形状比较特殊的心晓源的话 通过声音的辨别就能感知 这个地底上的这个信号源是个什么样的物体 它的金属含量有多大 比如像我们现在用的扫的这个以色列4号防部用的地雷 通过这个金属 通过这个我们这个碳雷器的声音的辨别 然后我就能判断出它地雷的潮的位置和隐心的方向 在扫雷的过程中 我们作业手要反复的去确认这个信号源 和这个地雷的位置 它每次就是可以用大概的用声音去辨别这个地雷的位置在哪里 声音度有多深 这是我最佩服它的地方 据悉 2019年曹翔28岁 是第三次来到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 其个人累计销毁地雷200余煤 轻排雷区600余平方米 在雷厂工作超过1200小时 被战友们称为雷厂听风者 我觉得扫雷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所以说我就毅有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违和的战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